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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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今天 我們來實戰一下那個 戰術演練 完全是利用網路對戰來 看看到底這個 Fixconce 91到底是有多好用 我們用小牛隊 來當我們的示範球隊 那這個戰術之所以強 是強在說 你當你切入的時候或者是 當你被防住的時候 仍然有兩個或 三個機會 在等著你去做進攻 那不會說像一些 空手 空手 空手接球的一些戰術 就只有一個人或兩個人 繞出來而已 那這種進攻其實很容易被 對方判斷 也容易被斷球 那我們看 到底有多麼好用 比賽開始 首先來做跳球的動作 塔瑪斯 控球 好 看得出來其實網路還是有點Lag 但是這已經是可以 容許的一個範圍 他剛剛這個跳投其實 也算是一個 控檔但是又不太像 好 用一個Fixconce 91 好 中鋒有一個到籃下的一個空檔 你就可以傳進去 漂亮得到兩分 所以當 當切進去沒有機會的時候 就可能會有一兩個機會 在等著 Parsons 可惜 好又抓到籃板 再做一次進攻 同樣是 同樣一套進攻 沒機會 再來傳給 中鋒 Parsons 一個空檔 好球 千萬不要去 盲目的去做一個包夾 這可能會造成一些 外線的空檔 我們再一次 像Rawiski現在就有一個大空檔 Rawiski3分外線好好球 像這個Quality都是B或PB以上 看得出來對手都只有一個檔切而已 沒有其他的戰術 他被Rawiski操到球 沒機會的話再繞出來 因為我們搶得對他 Rawiski再來一個外線 好好球 沒機會的話就不要硬幹了 他應該是按錯了 直接丟球 我們從頭到尾就給他 只用一個戰術給他 看有什麼一個 到最後有什麼樣的結果 又來睡雙檔 Rawis落進去了 好球 好球 千萬不要急啊 不要輕易的去出手 好第二節開始了 每一次進攻都給他做同樣的那一套戰術 Rawis Rawiski 又是一個空檔 又是一個 外線 從頭到尾就用這一招就可以打天下了 這招不是腐爛的 真的是好用 拋了11個空檔 外線出手 可惜沒進 他媽是外線 像這種 外線的話 如果說你在領先一個狀態 比較多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守外線 不要千萬不要守內線 因為對手在落後的情況之下 外線是有加成作用 所以這時候就要守外線 拋證是 中鋒有一個空檔 所以有 切進去的時候 同時有 兩三個機會 在等著你 你就可以適時的傳給 有空檔的那一位球員 6比11 像現在我就是用外線 去守你外線 這個太勉強了 他都不會玩 他太勉強的出手了 寧願慢也不要亂 拋證是一個空檔 好球啊 好球 好球 又是一個三分 通常這樣打他 第二節差不多可以結束 他就會跳 這個都太勉強了 同樣是那一套戰術 不要打快啊 因為對手應該也是很急 外線又是空檔 Pawson再來一個 再來一個三分 25比11 喔唷 這個厲害 這個拉桿厲害 25比13 對手看起來好像又會Lag 喔唷唷 這時候被蓋火鍋 手球又跑 又跑回來 好好球 7比13 又是一個摸毛犯規啊 那因為線上對戰都是差不多是全明星的難度啦 所以 外線如果有空檔的話 民眾率其實是相當高的 要盡量去減少自己本身的失誤啦 那盡量去減少自己本身的失誤啦 也有說傳球或者是 持球太久切太深 切太深加上持球太久可能失誤也是蠻多的 對手 特別要注意的一點就是 對手在大幅落後的情況之下 他的外線有加成 所以 這個時候千萬 千萬不要去守內線 一定要守外線 打給Harris 好球一個歐洲夫 有得到2分 對手就跳了啦 好所以是今天介紹的影片 好謝謝大家 掰掰